家庭出游,瞬间变成了死亡之旅 蹊跷的车祸,难以接受的死因 天上打下一个雷,扎在谁的头上,谁就倒霉 最轻的都走了 我不该找谁 谁该为他们的不幸排单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被考验的亲情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起家庭内部的纠纷 但是这个纠纷相当复杂 牵涉其中的家庭有六个分祖孙三代人 这个案件当中情理、法理和亲情交织在一起 让人一时间难以取舍 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2011年4月10日下午 在滬荣高速公路上海方向140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当地的交警、消防、医护人员随即赶到了现场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当时车就车翻在那个高速公路下面的那个排水沟上面 然后人呢 这个都躺在外面 有里面的伤员 就是翻车以后 从车里面甩出来 甩在这个护坡上也有 这里印记车道里面也有 出售的是一辆伊维克克车 警方了解到 这辆车是和同向行驶的一辆货车 突然发生刮擦后冲出护栏的 向右变向以后 转换那个上单的那个高速公路那边的护栏 然后从这个高速公路护坡上面翻下去的 掉在这个 掉在那个排水沟上 出售的客车上 当时坐着12名乘客 有11人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被甩出了车外 其中两人当场死亡 其余的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每一个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这个骨头断了 断的地方多了以后 我们就会担心会不会有其他系统的这个伤症 在随后的救治中又有三人死亡 前后死亡的五人中两男两女 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当时我们是初不了解 这个车里面的人都是亲戚 他们是到那个扬州去游玩的 回上海 都是上海人 警方调查得知 出车祸的一车人都是亲戚 前一天从上海到扬州去玩 在返回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车祸中遇难的是方玉敏 马亨伟夫妇和他们的外孙女 以及死者方玉敏的弟弟和弟媳 因为爸爸是做生意的 所以习惯呢 每年妈妈都照顾家里人比较多一点 每年都 一般带家里人 每年都出去 所以今年也是过年 大概两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让让了 所以我爸爸妈妈就定在今年四月份 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 马飞飞是车祸中遇难的方玉敏 马亨伟夫妇的女儿 当时也在车上 因为受伤较重 直到现在都要靠轮椅出行 马飞飞说 自己的妈妈有兄弟姐妹五人 妈妈在家里排行老大 因为爸爸妈妈开公司 家境比较好 所以每年爸妈都会开自家车 组织姨妈舅舅几家一起出游 事发前一天 他们一大家子人十二口 在扬州玩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返回上海 是爸爸开的车 由于游玩劳累 几乎所有的人在车上都打了瞌睡 不知道什么原因 车祸瞬间就发生了 马飞飞的丈夫 当时算是较为清醒的一个 岳父给查到出座场面 岳母当场也没有了 孩子躲在我的旁边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接受一个场面 活下来的人 没有人能说清车祸发生的原因 介入事故调查的警方 最终给出了答案 这个是一段错华硬 长度5.3米 就是错华硬 它的形成就是由于面包车 它的右后能爆胎以后 它的缸圈就跟路面发生刮刹 造成的 经过我们调查了 这个面包车当时在它 这个货车的左后方的 相邻车道里面 另外一个车道里面行驶 那么面包车发生右后能爆胎以后 就变向 向右车变向 然后从车后往车前 你看刮刹 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钢圈都坏掉了 这个也是刮刹 从车位 车的左后车 一直刮刹 向前刮刹 你看这里左前门 然后呢 然后这个面包车 就持向前方 然后往右面变向以后 撞进了路边的湖南 然后翻车下去 原来问题是出在发生事故的 以维克车的轮胎上 当时马飞飞的父亲 驾驶的这辆车 突然爆了胎 撞到了同向行驶的货车上 冲出了高速公路护栏 翻下了公路 而当时 马飞飞夫妇 以及同车的亲戚们 还都在医院抢救 对于交警部门的调查结论 他们无暇顾及 毕竟救人要接 马飞飞的姥姥 是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人 在老人的主持下 亲戚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女儿的卡一万多钱 那个当时的时候 是由我女儿的卡里拿出来的 第二天我早上 我带了一万多 我带了一张银行卡 现金带了五千块 先救人 我说需要多少 他们说十五万 我说这样 我说我叫我妈 从卡里面 先打十五万 到你们卡里 打了十五万 先打了十五万 后面再陆陆续续 拿了六七万出来 最终在车祸中受伤的五个家庭的七名伤者得以保全 一家人最大的难关就这样度过了 马飞飞告诉我们的记者 在这起事故当中 她的家损失惨重 她的父母 她的孩子都在事故当中去世了 但是又考虑到这次去扬州玩 是父母组织的 当时又是父亲开的车 所以她觉得她的亲戚们 阿姨啊 舅舅啊 其他的亲戚们 他们有的去世了 有的受伤了 那自己的家庭呢 应该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在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前 她和丈夫就主动拿出了二十多万元 用于亲戚们的治疗 原本美好的家庭出游 谁也没有想到竟成了死亡之旅 而幸存的人 在伤势稳定后陆续回到上海 沉浸在悲痛之中 让大家难过的 不仅是情感上的伤痛 还有经济上的压力 五个家庭的七名伤者 都需要后续的治疗 治疗费用并不是一个小数 就是杂锅脉体 它会多会处理好的 他还这样说 我那个张力他很好的 他说他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 这审舍的 意外的审舍多了 我说了 就是说我们伤胆以后的生活补助 基线什么的 我们都没提 都没提 我们就是他三盘费 能给我 医药费 可能是我们报到 然后因为这个关系 马飞飞的四姨说 是马飞飞的父母 组织大家出游 车是马家的 开车的人 又是马飞飞的爸爸 现在出了事 马飞飞的父母 其实是有责任的 尽管他们也在车后中去世了 但是亲戚们希望 马飞飞小两口 能从父母遗产里继续拿出钱来 补偿给大家 就在大家商量着 马飞飞两口 该拿出点钱来的时候 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 也下来了 因为事故源于乙维可车 突然爆胎 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货车和乙维可的司机均无责任 马飞飞的丈夫 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几位姨妈 当天拿到这份意外通知 鉴定书的时候 晚上张力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阿姨 通知书拿下来了 这个是意外事故 我们没有责任的 她就当时就跟我这样说 我说怎么会没有责任的 她说这是意外事故 马飞飞的事宜告诉记者 开始马飞飞小两口 处理问题的态度 他们还是满意的 可是事故责任认定出来之后 小两口的态度就变了 不论别的 光是马飞飞丈夫的说法 就不太尊重死者 她说这是意外事故 我说那么死的人怎么办呢 她说这就像天灾 天上打下一个雷 杀人谁的头上 谁就倒霉 就跟我这样说了 对此 马飞飞的丈夫说 在这件事情上 几个姨妈是误解了她的意思 当时她只是转述了 警方对意外事件的解释 我也问警官 什么叫做意外这档事故 认定为一个意外事故 那警官是这样回答 警官说就是 打个比方 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个天灾人祸 如果是 如果是打来人战树下 或者是打个比方 是一场地震引起的 所以当时他们也打电话来问我 说这个应该是 怎么一个认定法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警官确实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只是进行了一个转述 马飞飞夫妇觉得 其实表述不是真正的问题 癥结还是在于 和姨妈们 在后续的治疗费和赔偿 由谁出上有了矛盾 我三姨跟我说 我以前还打工了 现在我工也不能打了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房子还没买呢 我找谁去 说老实话 我听了不明其妙 就跟我三姨说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就觉得我能帮你的 我肯定帮你 你说弟弟结婚房子的事情 我怎么去 这个事情我怎么帮你啊 记者了解到 马飞飞的姨妈们都是工薪阶层 三姨在幼儿园打工 四姨是幼儿园的会计 出事以后 因为伤残都失去了工作 没有能力负担后续的治疗 姨妈们告诉记者 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因为马飞飞的父母 生前留下了四五套房产 其实卖掉一套的费用 基本上也就够他们用了 可是马飞飞觉得 事故明明是一场意外 爸爸作为司机没有任何责任 按说就不该赔 即便如此 他们之前还是拿出了二十多万元 为什么阿姨们 还要自己替父母赔偿呢 我天天在想 两个是生我的人 一个是我生的人 最轻的走走了 我该找谁 纷争不断 在为死者送行的仪式上 亲人最终反目 被考验的亲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亲情间的关系 就此出了裂缝 到了二零一年的十月间 也就是事发半年后 马飞飞夫妇 要给父母和孩子 办追悼会的时候 家庭中积累了多时的矛盾 终于爆发了 几位阿姨认为 外甥女马飞飞 在办理父母的丧事上 不够尊重娘家的长辈 起因是 马飞飞夫妇 没有派车来接家里的长辈 参加葬礼 我们这些老人怎么去 我就问他怎么去 我先问 你是不是有一条龙佛物 他说我是叫的一条龙佛物 那么我说 那么一条龙佛物呢 里面可以叫车子的 大家都懂了 可以叫车子 我说你是不是叫一辆车子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人 他没车的 他就很凶的就跟我说 没车的 我说有的 一条龙佛物肯定有车的 你只要跟他们说 我有这个要求 他们肯定会派的 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话 就骂我 马飞飞的阿姨们觉得 既然马飞飞夫妇 这样不懂事 这样不懂事 他们也就无需顾给亲戚的情变了 他们就要在大姐和姐夫的葬礼上 把事情说清楚 我连夜就写了这个东西 写了这份大字 而且我还是等着 谢谢大家的意思 把大概的情况想一想 我就写了这份东西 马飞飞说 亲戚的关系 也就是从这一天彻底破裂了 那么葬礼的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是葬礼当天的录像 马亨伟 方玉敏夫妇葬礼的这一天 来了三百多人 在鞠躬仪式过后 马飞飞的二姨 突然上台 拿过了私仪的话筒 当时还坐在轮椅中的马飞飞 显然没有什么准备 最后二姨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大姨对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人家说 以前爸爸妈妈给他们买的是小单 以后叫我们买大单 当时说老实话 我当时就想上去 在这里 这次出去的是姐夫买单的 对吧 因为姐夫请客的 那么我就说你这个大单也要继续买下去 没错呀 我太太要上去说 跟她对抗的说 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太太想上去说 我太太要还父母一个公道 上去说很正常 我太太就拉着这个轮椅这样推上去 最后给我和她的同学拦置 不让她上去 亲人的葬礼上出了这样的事情 马飞飞夫妇说 他们既伤心又愤怒 而后来在葬礼上 双方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直到警方出动才得以平息 那天到了之后 说实话破了我的底线了 我不可能原谅她了 他们已经把亲戚冤了 我还跟他们谈什么 葬礼过后 亲戚之间断了往来 马飞飞的阿姨们觉得 马飞飞夫妇太自私 即便不考虑阿姨们以后的生活 怎么也不想想 在事故中跟自己一样 成了孤儿的舅舅的孩子呢 这个孩子就是不到14岁的方心悦 方心悦是马飞飞的表妹 事故中也受了伤 目前体内还有钢丁没有取出来 需要继续治疗 现在心悦还没有成年 直系亲属只剩下了 80多岁的爷爷奶奶和年近60的姥姥 而且爷爷还瘫痪在床 经过大家协商 心悦的监护权 目前暂时给了她的姥姥 最伤心的是我们三位老人 你听得懂吗 没有了子女 尤其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方心悦的姥姥是个退休教师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 还要担当起养育外孙女的责任 压力可想而知 于是马飞飞的姨妈们 想要起诉马飞飞夫妇索赔 可有一位老人不同意 她是马飞飞的姥姥 都是我的孩子啊 那么我那个幸福的母亲 她不答应 她说我这不是女儿 那不是儿子女婿 我这没有谁 舍不得 我不想告她们 到了最后 老人还是同意了 因为老人自己实在 也解决不了这场争端 于是马飞飞成了被告 告她的人是表妹方心悦和姥姥 以及几位姨妈共六人 要求救车祸的损失 赔偿共计200多万元 左边这边是被告一方的 清楚伤亡的情况 那么这个虚线右边这个呢 是本案的原告的伤亡的情况 以及伤亡的关系 被告与原告之间呢 是有阿姨和卫生女的关系 有表兄妹关系 所以这个案 整个案庭这个事件的关系 是比较复杂的 案件到了法院 讲的就不再是亲情 而是事实和法律了 在原告阿姨们看来 如果没有被告马飞飞的父母 提议和组织 压根不会有这场惨剧 而且是马飞飞的爸爸开的车 出了事 马飞飞的父母应该负责任 既然他们也在事故中去世了 继承父母遗产的被告马飞飞 就应该替父母来赔偿 既然你能组织人家出去 你应该知道 你使用的工具是自己单位的 也就是说使用你自己单位的 你应该对自己的东西 应该承担一个 比其他人特别注意的问题 交通事故的原因 并不是驾驶人的原因 而是因为车辆 轮胎爆胎的原因造成的 就是我自己已经损失很大了 就是好心带你们出去玩 最后还要你们跟我索赔 索赔那么多 我这个承担就是太冤枉了 太冤枉了 庭审中法官了解到 被告马飞飞的父母 的确每年都带马飞飞的姨妈 舅舅们出去玩 费用基本上是马飞飞的父母出的 这些都是以前他们出游时拍摄的照片 这几张正是车祸发生的前一天 大家在扬州玩的时候留下的 马飞飞出示了父亲的银行卡账单 记载了他们去扬州的花费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吃饭的钱 扬州顺水楼 这个是吃饭 这个是930 然后这里是住宿 这个是海德建国 是3735 这个是寿西湖 天幕沐浴 是1466 就是你们在扬州回来的时候 这是当天我们去 带他们一起去那个温泉嘛 套温泉了 然后回来的还有一些 过路费什么 这张账单上就没有了 就是现金付的 马飞飞觉得 父母组织大家出去游玩 没有管大家收一分钱 完全是无偿的 出了事儿 当然不应该赔偿 驾驶人也没有收取他们任何费用 完全是无偿的 包括这个什么过路费啊 邮费啊 包括旅游的一些费用 都没有收取 完全是有无偿的 那么好与同情在这个责任如何承担 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以及承担多少责任 这个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是我们在司法事务中呢 法官以及律师 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 都依照一些比较大的原则 你比如说公平原则 这个过错原则 公许良俗原则 就像这样 行为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的 应该适当 分担这个损失 一家人走上了法庭 一直判决能否离合亲情呢 被考验的亲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姚欢庆教授 欢迎姚老师 姚老师你看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纠纷 起因呢 是车祸 就警方的调查结论 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那这个责任的划分 总体上的原则是什么 具体的本案 马菲菲的父亲 组织大家一起去旅游 这不是发生车祸的原因 如果是这就是发生车祸的原因 那所有的人都不出去旅游了 但是那些亲戚们的旅游呢 是你看就是因为你组织了大家出去玩 就是因为我们坐在你的车上 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就是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是要强调 它确实是一个事先是可预见的 具有就是说普通的人会认为 基于你这样的一个行为 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会认为 这构成一种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在这个事情里面 而马菲菲的父亲组织大家出去旅游 那么这只是一个条件 马菲菲的父亲不坐驾驶员 有可能另外一个人坐驾驶员 照样发生了这个爆胎的这种情况 从这里面就更加证明 就是说他做驾驶员的这一点 连条件都算不上 更何况不是法律上的原因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事故 应当用解决的规则 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 或者说意外责任写来解决 而不应该靠法律 让亲情跟这个经济损失之间 互相的在博弈 然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谁也不想再进一步的去看到的一个结果 刚才姚老师给我们分析了 这个案件当中 哪些应该是伦理的范畴 哪些应该是法律的范畴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纠纷面前 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法官审理中认为 既然事故的发生是意外 都没有过错 就应该按照公平原则来分担损失 他是出钱处理 找车把大家的组织起来 我们认为这是善意的 是正常家庭团结 应该在责任横平的时候 适当的要减轻 不应该加大 所以我们在案情查信 我们法院在合议定评论中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 还既有考虑法律的严肃性的面 更要兼顾人性的温情的一面 把真善美能够从法律 这个制度上体现出来 经过调查 法官认为 死者和伤者当时都没有系安全带 应该是车祸发生时 11人被甩出车外的原因 这也和事故死伤的严重后果 有一定的关系 最终法院本着公平原则进行了判决 与以威克克车同向刮擦的货车 负10%的责任 司机马亨为20%的责任 由马飞飞在父母的遗产中 来赔偿40余万元 其余约70%的责任 由原告6人负责 判决之后 马飞飞的姨妈们不服 提起了上诉 就是乘客没有系安全带 其实在所有的被动安全措施里面 安全带是最有效的一种措施 那么如果是系了安全带的话 我们可以相信 其中很多的人都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从单程中死亡的原因来分析的话 没有系安全带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力的部分 所以说法院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里面 可能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考虑和选择 那么公平原则最主要的就是在双方当时人对于这个损害事实的发生 可能都没有直接的过错的这种情况下面 那么对于这个损害呢 基于当时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的不同 或者对当时人的经济条件的不同 给予一个适当的补偿 是补偿 是补偿 不是赔偿 那么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 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平原则呢 可以比较好的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这种家庭之间 就是说由于一个某一种原因联系在一起 那么只有公平责任呢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分配 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包括也包括一部分的社会问题 本来一家人出去玩挺好的一件事 其乐融融 但是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 就导致亲情破裂 亲人对簿公堂 这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生活当中值得我们珍惜的 有很多很多 也希望本案当中的原被告双方 能够尽量的修补 他们已经破碎了亲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姚老师 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